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俊说这些 说那些 继续有张艾嘉 演员 编剧 导演 监制 还有歌手的身份 我想这次都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讲唱歌的部分 其实我想讲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 或者你的童年 但是我们先去文俊的本行 就是我们讲电影 我们香港人对你的认识 不会因为你和王羽和海冠杰拍过 那些龙虎的金刚 而是因为我上一集说的 那些丑男那些 那时候那些英俊少生去完台湾 阿B和阿占去完台湾拍台湾片 假如我是真的那些 香港就剩下那些 石天 麦家 奇形怪状 王清 郑则士那些 那你和他们最早 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 有一些戏是和阿石天合作过的 不是 其实我和石天的太太 在台湾的时候 好像胡音梦 那时候 他也是其中一个 演员 那后来他就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嫁了给石天 所以我们 石天比我们年纪大很多 是 那他就回到香港 劉晨仪都陪着这个老公 就回到香港 大家乱到很少的 是 我只是有一天 在台湾 我都记得 我在睡觉的时候 一个电话里 那我接了之后 他就说 我是石天 我都下一条 立刻醒 什麽事 他说 你现在拍明艺片 是不是拍到很多 拍到是不是累 是不是很无聊 我有个机会 给你来香港 做一些不同的事 你过不过来试一下 那我说 有什麽不同 有什麽不同 他说 你还没拍到喜剧 你还没拍到香港的喜剧 我给你试一下 完全不同的事 那我说 我试一下 没什麽所谓 他说 有许君杰 男主角是许君杰 那我认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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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就 来到香港 来接机 有个男人 穿着 一套灰色的 白书衫 灰色的褲 灰色的鞋 瘦瘦的 帮我推车 很nice 我都很nice 可不可以才知道 就是叫王八明 八明哥 白明哥 白明哥 幸好我没有当她是剧魔 哈哈哈哈 很有事 那入罪之巷 他就说 好好好 一会儿你过来公司 我们见面 和导演 和男主角 他说我打算和Sam 一去到那时 就突然走进来 曾志伟 是 曾志伟 是 曾志伟 公伟肥秀 是 曾志伟 是 麦家 許君杰今天不来了 你的对手就是麦家 哈哈 那道演曾志伟 哇 完全 石天 那天 我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上了 去到柴子 去到柴子 然后他就说 很有趣 那他就说了一个故事 你又懂得打 你懂不懂得打 他说 我懂得一点 你要怎么打 他就说 跑会跑 我说跑会跑 我们想你剪头发 我想你完全不是文艺片的感觉 是 哦 剪头发 那都没错 因为我觉得你要变成一个角色 我都很豪奇 什么叫香港式的喜剧 那我就剪 一剪就剪得很短很短很短 幸好我都觉得都挺漂亮 哈哈 然后就开始穿那些衣服 穿裙 猜袍不穿褲的 穿裙是wrap的 要留大腿的嘛 这里绑枪的嘛 哈哈哈 穿雪衣服 曾志偉就说 你可不可以不穿brow 啊 为什么呢 我可以不穿的 我问为什么 他说 我觉得这个戏 差妇要有少少 有少少sexy 不穿brow 跑起来你会移动的 正宗那些色彩人所想 那你怎么去解决啊 我又觉得她是对的 是 我觉得你没有当差妇 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传统 眼崩崩的 是 那她这个差妇应该有多有趣 有得玩的 嗯 那我说OK 我不管的 我试一下 那他们就开始 我记得第一天呢 哇 第一天呢 我就 开始学会 什么叫香港式的喜剧 是节奏 嗯 timing 节奏 所以呢 他就说 你不可以用 你文艺片的方式去思维 嗯 你所有的思考方式 都是很直接的 所有的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 曾志偉就告诉我 就是那个节奏 在练着节奏 那这个都 最初都OK 那 跑啊 打啊 那些呢 我不知道第三天我已经伤了 因为 就是 这个不是我宣伤 那么 再来呢 就是有一天呢 我要拍一个动物家 在警察局里面 啊 他就在那儿撂我 就是说 那跟着我 我拔枪 他又拔枪 跟着我一巴掌 他又一巴掌 那这个我们两个就 就是 围着那个 那个 桌子在那儿 是 是 是 那这个 那谁来拍这场戏呢 随黑 是 那说 灵活很多 那是勤力过智慧 嘛 我们拍了五十几个take 是真打啊 是 一巴掌一巴掌真打 我们由 天亮 下午天亮 打到天黑 不能拍 第二天再来拍 五十几个take 那个完了之后呢 我就完全知道 什么叫折走 OK 那 会不会跟 麦sir 麦家 打出火花 嗯 应该是 我觉得 他们本来 对我很怀疑 我还能做到猜婆 是 放下心了 反而是放心了 到最后 他们都 开始问我 你觉得猜婆 应该怎样 那这个镜头 应该怎样呢 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发挥我自己 一些 因为我是喜欢戏剧的 我很喜欢戏剧 那换言之 那些最佳拍档是你第一次接触戏剧 真正戏剧 真正戏剧 之前那些是 龙虎金刚那些不是戏剧 那些 那些 但是 接着很成功 因为最佳拍档系列 变成了拍了五部 是啊 我拍到最后 我已经告诉你 我不做了 他们不知道第四部是 千里救差婆 你想走 千里救你回来 我说你不肯去 我不肯拍 麦家就说 好啊 那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摆住一个灵堂 就是 妻婆死了 我们 多衰 王八明大家都不赞成 妻婆不可以死 好吧 妻婆被人拘捕了 那我们去救妻婆 所以就 好啊 我没所谓 那你客串 那我说 好啊 客串 那只是给客串的钱 OK 我给客串的钱 我又没所谓 对啊 后来变成的老友 对啊 谁知道 Sam去到尼泊尔的时候 哦 《卫斯里传奇》 是 不是啊 是拍我们这部 拍你 拍尼泊尔 好像是尼泊尔的时候 有高山整 那是《卫斯里传奇》 是《卫斯里传奇》 是《卫斯里传奇》 但 anyway 下来要拍我们那部戏 他是不能够理好多戏 是 那时他是在休养 是啊 没错 那只可以加哪部戏呢 加麦家的戏 不是加我的戏 哦 辛苦你了 那我就变成叛主演 不過收 黑串的钱 黑串的钱 是不是很划算 是啊 是呀 《新艺情》好像金公主 是有花红制度的 我们哪里有 是吧 好像导演有 我听他们说 到若干年后 都还是有些花红收 是啊 金公主 比邵氏家和很多 邵氏家和合约有 但是 谁都追不到 那些钱 但是呢 他打开了 这部戏很重要 打开了我们喜剧之门 因为紧接下来 你另外一部戏 我和舒奇导演 我们这个频道 叫做周末午夜场 就跟大家回忆回以前 就是那些经典的 香港午夜场的戏 我们有一集是讲《上海之夜》 这些反应很好 因为《上海之夜》是 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的创业作 那这部戏的喜剧感 你和叶善文都是做得很好的 那当时 因为《最佳》拍档 是不同的导演拍过 林鼎东拍过 徐克拍过 杜奇峰也好像拍过 智慧拍过 那你和徐克 是 因为《刀马蛋》没有你份 因为《刀马蛋》都是美女 所以没有我份 不是的 美女应该有你份 那《上海之夜》都是美女 中振淘的爱人 那和老徐是因为 刮了五十几个戏 那老徐觉得 这个张艾嘉 OK 适得想 所以 他应该是一扣上这个角色 都非你莫属的了 他怎么跟你说 其实《上海之夜》是很有趣的 《上海之夜》是最早期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是来找我的 不是徐克导演的 其实是《楊凡》 《楊凡》 我正想说 因为《楊凡》 上两个月 不是说修复版 现在要认回儿子 是吧 是 其实是真的 但是当时是他来找我和Sally 做《上海之夜》 这个中间发生什么事 他们中间发生什么事 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最后那时 突然变成了 《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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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Film Workshop》的首部 拍摄工作室 第一部电影 我和Nanson有很好的朋友 我和徐克也合作过 不过我都很亲自打了电话 和Nanson 我说 Nanson 其实那时候你找我 是杨凡 如果你们想找另一个 都马达又没有我 他那些没有我 我觉得 你未必每一个导演 一定要用回别人的选择 所以我才问 如果你们想改变 谁都没什么所谓 他说不不不不不 阿徐华一定是你和Sally 那我们才做回 上海之夜 结了一个月 但是 你在《新艺城》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他们 那几部电影 《鬼马智多星》 《我的野来香》 在台湾横扫 王八明说 那些黑社会恐吓他们 不要来啊 你们三个我找你个晦气 八明哥就说 石天和麦家立刻说 我们不去 我干嘛拍什么 就去 上两个星期跟我吃饭 去讲这件事 但是他们就安插 因为吴雨昕那时候 是离开了家王 其实《新艺城》的创业作 那时候奋斗 应该是 有两部电影《欢乐神仙科》 和《华溪时台》 导演的《吴上飞》 就是吴雨昕 就是吴雨昕 所以我都可以装备这个 是的 《余昌平》的名字 在我的名单里面有出现过的 是的 你说 《余昌平》最早是 《余昌平》在打理所有 《新艺城》是台湾的物件 《乙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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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昌平》是我进去才开始的 最早期 《新艺城》最多是做很多都是发行 因为多数的电影都是由香港过去 是 Local 几乎拍得很少 除了《余昌平》开始 有拍一部两部 其实都不是太多的作品 那时候是王应祥先生 是做发行 农场 农场做发行 那时候 台湾所有的片商 都是在买香港片 提起所有香港片演员的价钱 那时候台湾演员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很惨的 所以在那时候他们 《新艺城》 因为跟我拍了这几部戏之后 我回到台湾 我做了一个电视的series 叫《十一个女人》 这十一个女人就很成功 很成功之下 在这几个老闆 就看了一部份 就觉得 其实张艺佳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些 製作的事 就要求 问我肯不肯帮他们 在台湾做他们的监制 就是管家 管家 我那时候觉得 余导演在那里这么长时间 我进去 好像takeover 他的文件 我又不觉得很好 不如这样 我和余导演一起 我们两个商量一起怎么做 因为那时候我们除了要做 本地的片之外 我们还要做宣传 他们所有的香港人生的片 所以很大量的工作 那时候我一进去之后 我就开始develop 很多台湾local的片 这个就包括了什么 邱一郑 杨德昌 后面的海滩 以至的大盟友 以至的大盟友 反而是可以拍了海滩的一天 然后余导演在开始拍戏 后来就拍了《搭塞车》 但是吴宇森是什么时候过去的呢 我离开 你离开之后 我离开之后 吴宇森进去 吴宇森是拍了一套《小像》 《小像》 因为那晚我和王八明吃饭 吴宇森拍《小像》 我当时说《小像》 他说不是 叫做《小像》 好像是宣阅还是什么 哦 这个是之后 是的 所以吴宇森才有《英雄半色》 我说三年了 我去了三年 就是这样 一什么事好地地地 又离开呢 回香港有很多机会 很多戏拍 哦 又不是 因为我那时候 我拍《海滩》这一天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有很多新导演出来 你知道每一个市场 当它是有这些年轻的导演出来的时候 一些老导演都慢慢退 这个中间呢 我觉得观众是需要时间 去接受一些新的人 这个中间呢 反而我受到最大的委屈 是从哪个呢 就是农场 发行公司 是 他们就觉得 他们经常打小报告的 给新闻权告诉他们 张艺佳都是提拔他自己的朋友 看看海滩一些 那些 那些 就打了很多小报告 令到我很难做 那 预导演又是觉得很辛苦 因为 他想拍的电影 公司未必是支持的 所以我们就 一起退了 哦 因为呢 我的名单里面有些 台上台下 戴劫的小孩 戴劫的小孩 那时候 那些电影 但是 你提到 我们所有喜欢电影 尤其是喜欢 台湾新电影 做演 那一代 侯孝賢 杨德昌 那通常 我呢 我这个范畴 我就不看蔡明亮 因为我不懂得看他那些电影 但是 杨德昌这个 《海滩的一天》是很厉害的 胡云梦和你 是吧 那你和胡云梦 你和胡云梦 是朋友 朋友 那杨德昌 是被人看出他的才华 其实就由《海滩的一天》开始 那你又怎样找到这么厉害的天才出来呢 杨德昌 我们是从11个女人开始合作 就是因为你回去做了11个女人 是 那时候我就希望 因为我觉得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 我没什么能力 做一个电影的投资者 是 不过呢 我觉得我有把握 我可以用电视 来帮一些 在电影界浸了很久的副导演 或者 是 外国读用书回来的 海归回来的 是有能力的人 是 那我刚刚好 那时候我曾经做的那个电视节目 是很受欢迎的 叫《牧前幕后》的 那台视就说 你快点继续做下去 那我就要去 我都是去书店 找一些资料 灵感 我就看到一本书 是阿里亚书局出的 叫《十一个女人》 哦 那我一看这十一个女人 我就觉得 perfect 这个真是十一个故事 是的 那 那杨德昌拍完海灘这一天 是不是就去筹备孤领街 应该是 他完了之后 应该不是孤领街 应该是 有其他 是不是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 就是蔡琴和侯孝然做男女主角 是吧 因为我记得 我们回去找一些练表 是的 但是青梅竹马 应该是最后一点 跟着 中间 后面还有 什么 一一 后面还有一个 不是 恐怖分子 是的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还有很多麻雀 是的 是的 因为 那一阵 那一阵是由 小北的故事 高音的故事开始的 高音的故事跟你有关 高音的故事就是 因为我在做《十一个女人》的时候 是 跟着 台湾中间公司就来 找 他说 我们要开一部电影 有四个新导演 因为见到你 十一个女人都可以 十一个女人 我们找到四个导演 其中本来有一个是你 不过 你这么多东西做 你给人 给人 就找到第二个 不过 你又来帮忙演戏 我就帮谁演了一部 演了其中一部 陈坤后 不是 坤后没有 张艺 张艺 就是杨卫山老公 杨卫山老公 最后一段 是 这四个导演 其实就是个种子来的 然后是侯孝然 《小笔的故事》 很多很多 尤其是侯道的那些戏 《童年往事》 《童年往事》 《丰季来的人》 《丰季来的人》 真是令到台湾电影院 很具有新的希望 希望的 因为我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喜劳哀郎》 就是四个老导演 那其实是用来打一些新导演的 是吗? 是的 因为我听了朱延平说过 那一场仗敗了 李恒导演就觉得我应该是交棒了 所以整个80年代就是这一批新的导演起来 这个 张姐你厉害的地方就是 香港的这帮新浪潮因为有一部电影我还没提到 叫《封劫》 那我们就20分钟了 真是不舍得的 我可能会破纪录 如果你不累 我就继续投入 因为其实这些对话 都希望大家 我们那个时代一起持份井过来 可以勾起很多回忆 那我们休息一会